好了很多人呢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或者是为了美观都会佩戴这个隐形眼镜像我呢也是隐形眼镜一族 但是呢也有不少人佩戴超时甚至戴着睡觉这就大错特错了 医生表示呢恐怕会增加50%的感染风险 佩戴隐形眼镜的错误方式严重的话还会造成脚墨穿孔导致终身失明 究竟化妆跟卸妆佩戴隐形眼镜的顺序 谁先谁后 今天终是生活危机替你解密 不少女生喜欢佩戴瞳孔放大片甚至是变色片来打造出像洋娃娃一样的无辜双眼 但是普遍佩戴超时让眼睛不满血丝红得吓人 大概8小时 事实上瞳孔放大片或变色片最多只能佩戴4到6个小时 否则会对眼睛造成极大负担 而一般的隐形眼镜最多只能佩戴12个小时 不过也有人睡觉忘记取下来最伤害眼睛 哪会就雾蒙蒙片看不到的东西 就眼睛会缺氧 因为眼睛只要戴着睡觉 感染或发炎的机会大概会增加百分之五十 有一名才25岁的护士 待在家户病房 卫生习惯没有特别小心 造成绿膿感菌感染 眼睛差点失明 我没看过戴着手套戴以前眼镜 其实手套上面都可能戴有这个病原 它治疗好了 它会结巴 结巴以后视力会受影响 那如果说是很厉害的细菌感染 譬如说像绿膿感菌的话 它会造成角膜穿孔 会让这个眼睛完全失明 而天气转凉 很多人想要每每泡汤 不过医师提醒 温泉中的硫化物 会吸附在隐形眼镜上头 造成角膜溃伤 在化妆前也要先戴上隐形眼镜 卸妆前要先拆除 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 双周泡以上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镜片激泡 激泡在这个保养液里面 因为你如果没有泡在保养液里面的话 它就是没有这个杀菌 也没有这个灭菌的功能 千万不要自行使用生理食盐水来浸泡 搓洗时间也要长达30秒 颜柯医师也建议 颜镜河最好两天用废水烫过一次 才能避免眼疾上身